大家好啊 这个我想聊的这个头绪啊 千头万绪 千丝万缕啊 刚才聊到这个北京大妈朝阳群众 西城大妈封台劝讨队 这个我跟大家聊聊这个居委会是怎么组建的吧 尤其是新建的商品房小区是怎么组建的啊 商品房小区呢 他不像这个老城区啊 老胡同啊 什么那些居委会啊 他呢 商品房小区呢 大家都知道啊 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就是买房子的业主呢 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是全世界各地 不仅仅是五湖四海 还是五洲四阳 所以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哎呦不好意思啊 有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的自治组织 可是事实上 他确确实实谈不上是一个居民的自治组织 他已经变成了 在实际的这个运作操作当中 已经变成了 而人们绝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也认同 他就是街道办人处的下属单位 那么是吧 街道办人处一开会 就把各居民委员会的主任都叫去开会 所以 所以你不能看中国有说白纸黑字 白纸黑字和实际的生活也不完全一样 这是中国的一些可能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特点吧 那么这种新建的小区陌生人社会 业主彼此之间不熟悉 那么居业会呢 一开始还要有这么一个过场 有这么一个程序 他还是要由居民来选 既然来选 那么他两眼一摸黑 谁都不认识谁 这时候呢 惯常的做法 通常的做法 街道办人处会派几个人来 以这个居委会筹备组的名义 先开展工作 一般来说呢 这个开发商盖房的时候 盖小区的时候 会给居委会留一两间办公室 一般都在办地下或者地下室 也有的是在一层 一层或者地下室 给留这么一两间房子 预留出来的 那么他们来了就在这办公 来了办公之后 他们找谁搭讪呢 找谁发展成他们的骨干 所谓的堡垒户 基本群众呢 找这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然后他一开始怎么凝聚人气呢 怎么把人聚起来呢 比如说这个弄两张这个乒乓球案子 是吧 举行一个乒乓球比赛 歌勇比赛 是吧 有些老人退了休没事 喜欢唱唱歌啊 跳跳舞啊 甚至有的喜欢再走两个摩托步啊 有的喜欢打打乒乓球啊 再组这个拔河比赛啊 什么这个扑克牌比赛啊 围棋比赛啊 什么各种的文语活动 他利用这个 又不花太多的钱 就把大家伙聚一块了 聚起来之后 他可能一个小区能聚个二三十人 就差不多了 这二三十个人就当他们 居委会选举和改选时候的 选举委员会的成员 让他们签字 让这些人签字 同意谁成为候选人就行 我当年想竞选局委会主任的时候 我去了 我说 我说我也想选 因为是09年吧 好像该改选了 我说我也想选 我说我想知道你们怎么产生的这人选 那会他们有点怕我 因为我那会在小区里搞的声势挺大的 我也敢冲 是吧 刚给小区也做了贡献 给阻止了一个垃圾站的兴建 而且筹备了业委会 我当时也挺有人气的啊 也一大堆人支持我 他们我一去 我说我要看你们的有没有程序 他们拿出一个所谓的会议记录来给我看 就有二三十个平常他们团结在一块这些老头老太太 跟他们一块唱唱歌啊 扭扭秧歌啊 就这些人 说你看我们这会议记录 我说你们的会议记录就这二十多个人 我说小区是1295户 是吧 按三个人算 还有将近四千人 有的还不止三口人 而且你居民这个概念 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他不是业主 业主你买了房 你才是业主 居民你住在这就是居民 是吧 甚至说你没在这买房 你在这个小区里边 暂住 是吧 你在这暂住 或者你是物业的工作人员 那你算不算居民呢 是吧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现在其实居民这个词的落伍了 应该就是业主 以你买房子 是吧 有了房产 你就是这合法的定居者 那么你的权益 你的私有财产 就应该得到保护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这二十多个人 不能代表我们几千人 我说你剥夺了我的财 剥夺了我的知情权 这个选举权 被选举权和参与权 不说别的了吧 就说他们的套路 就是如何 这个街道办人处 往一个新建的商品房小区 陌生人社会 如何组建居委会 这就是一个惯常的 他们常用的套路 这都是他们的招 这些招还就是他们居委会里边人告诉我的 要不然的话 我也分析不出来 是吧 这就是由现象到本质的关系 好吧 谢谢大家 说得比小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